游泳 飘瀚好色的土匪头子 章鱼 善良柔弱的有夫之妇 在西北的黄土高原 土匪头的游泳 看上了美貌的有夫之妇章鱼 于是游泳肆无忌惮的骑着马来到了章鱼家 常年处于饥饿的丈夫 窝囊的将章鱼借给了游泳 只是备了几口吃食 快可也是罪了 无力反抗的章鱼被迫接受了这种虚辱 来到了游泳家 二人好像真正夫妻一般生活在一起 小伙伴都惊呆了 相处之中 能够吃饱穿暖的章鱼 也在游泳身上尝到了从丈夫身上 从未得到过的男人的爱抚和尊重 章鱼渐渐迷失在游泳的爱中 怀了身孕 可土匪毕竟是土匪 抢劫勒索无恶不作 相应的危险也从未间断 游泳与地方政府争权夺利 囚禁了一批无辜之人进行勒索 善良自章鱼 苦苦请求游泳释放人质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最后刚刚脱离危险的游泳 开枪杀害了人质 甚至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吓死奔爸爸了 当然章鱼也吓坏了 终于为了保护更多的无骨百姓 免遭游泳的毒手 也为了保护自己还未出生的孩子 章鱼决然地忍痛含泪 杀死了爱人游泳 章鱼也是晚瓶的